1989年6月4号 以王丹为首的非官方学生联合会 动员北京大学等校学生 发起示威 抗议政府贪腐 诉求民主改革 这场六四运动当中 后来有21名学生领袖遭到通气 有人被拘捕 有人流亡海外 但当时官方的北大学生会主席 却罕见的未被公开提及 他就是中国明天系集团创办人肖建华 1972年出生的肖建华 山东人 目前不但拥有香港居留权 还有加拿大国籍 从小被视为神童的他 在14岁那年月籍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 还在1989年民运期间 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 不过六四事件后 肖建华不但全身而退 毕业后还白手起家 创办明天系集团 据传他的财富能如此迅速累积 看当年六四事件 与中共高层密切合作有关 中共的相关的一些党政高层 在海外的资产 他的子女的资产等等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需要有一个代理人来帮他去统筹 这些复杂的这些不可以见光的一些 所谓的这些资金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非法的一些集资等等 所以我认为邵建华他当然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他虽然取得了江派 或者是这个所谓曾庆红 这样一个大战防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信任 因为六四学运 让肖建华获得中共高层赏识 加上有江派做靠山 肖建华年仅21岁 就少年得志创立明天系集团 陆续成为44家金融机构的股东 2016年更名列中国百富榜第32名 身家累积近60亿美元 被视为江派二号人物 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与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 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密切 但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 持续借着反贪腐的民意 肃清政敌 站在江派阵营的肖建华 也跟着遭殃 2017年在香港被失踪 隔了整整五年 才出现在上海接受审判 其实习近平试图了在这样的方式 来去对内产生一个杀鸡警候的效果 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 让他的阵底有所警醒 说海星有所动作 不再是说要像仰岸一样 让大家尽情的发表意见 而是他会立即的提出相关的一些论述 来去改变或者来去反击 在中共二十大马上要召开 然后现在党内都传出 这个习的防御政策 受到一定的挑战 然后地点也是非常的 这个令人不能不做联想 放在上海 这个明摆着就是在我看了 明摆着就是权力斗争 这个审讯的本身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 就是对江系的一个敲山政府 随着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即将登场 习近平为了顺利连任 巩固势力的动作越来越大 让中共党内充满山羽 欲来的气氛 经新闻陈彩 陈志宇采访报道